寿命长短,心跳之道 两百万人研究发现,心跳快慢与寿命长短相关 老人每天清晨都会坐在门前的摇椅上 手里拿着一本翻的发作的相册 老人的眼神里总是透着一种深邃的智慧 仿佛他能够透过那些泛黄的照片 看到生命中的每一个跳动 他曾说,生命的秘密就藏在每一次心跳中 镇上的人都爱听他讲故事 尤其是关于心跳与寿命的那些旧时光的故事 老人的故事总是带着一丝神秘 好像他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秘密 而在遥远的大城市中 一向涵盖了两百万人的大规模研究 也正在揭开心跳与寿命之间那层神秘的面纱 一,心跳与寿命一个意外的联系 咚咚咚,心跳的节奏 就像是时光的脚步 一次次地敲打着生命的大门 你是否想过 这不经意的咚咚声 其实是你生命长河中的一位忠实记录者呢 常言道 心跳快慢 寿命自知 这话听着有点像老妈字的老道 但别急着嗤之以鼻 这背后可是有着科学的依据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心跳的快慢常常被我们忽视 但它却默默地影响住我们的健康与寿命 不是说 人一生心跳不是有个数的吗 那心跳快一些 岂不是要提前打发走 这话听着有点戏谑 可是 它的却不是空穴来风 二 数据皆是心跳与寿命的微妙关系 在这个科技飞速发展的年代 科学家们已经不满足于 只是站在讲台上嘴里念念有词了 他们动手做了一番真正的大事情 想知道心跳与寿命之间的秘密吗 来来来 咱们不妨看看那项涉及了200万人的大研究 这研究不是别人 正是咱们国内的一支团队 从1994年开始 他们就开始搜集了一大堆的健康体检资料 这资料一搜就是20多年 他们发现在那正常的心跳区间内 也就是60到100次每分钟 心跳越快的人 他们的寿命吗 就像是秋天的树叶落得越快 这研究结果真是让人有点心惊肉跳 比如说 心跳每分钟在60到70次之间的人 心跳每多跳一次 预期寿命就缩短了4个月 这不是开玩笑的 你想啊 那心跳每分钟超过100次的人 他们的寿命可能就要缩短13年 这数字一说出来 那可真是吓人一跳 三 生活习惯与心跳健康 在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中 我们常常忽视了生活习惯对心脏健康的重要影响 不良的生活方式 如缺乏运动 不规律的饮食习惯和过度的心理压力 都会对心率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进而影响寿命 首先 让我们来聊聊睡眠的重要性 良好的睡眠习惯对维持正常心率至关重要 研究显示 成年人每晚应保证7到9小时的优质睡眠 缺乏睡眠会导致心率加快 长时间则可能引起心率不齐或其他心脏问题 此外 饮食也是调节心率的关键因素 高脂肪 高糖分的食物会增加心脏负担 加速心率 相反 富含全穀物 新鲜水果和蔬菜的饮食 可以帮助降低心率 预防心血管疾病 最后 我们不得不提的是情绪管理 长期的心理压力不仅会引起心率升高 还可能导致慢性疾病 有效的情绪调节 如定期进行冥想 瑜伽和其他放松活动 可以帮助维持心脏健康 从而保护心脏不受紧张生活节奏的侵害 四 管理心率 延长寿命 要想控制心率 保持心脏健康 就必须采取积极的生活方式改变 首先 运动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来降低心率并提高心脏效率 适量的有氧运动 如快走 游泳或其自行车 可以强化心脏肌肉 使心脏更有效率的蹦险 这不仅可以降低静息心率 还可以改善整体心血管健康 其次 保证充足的睡眠也是至关重要的 睡眠不足已被证实会导致心率增加和心脏负担加重 因此建立规律的睡眠模式 保证每晚足够的休息时间 对于维持健康的心率至关重要 最后平衡饮食也不可忽视 摄取足够的Omega-3脂肪酸 甲和酶等营养素对心脏是有益的 这些营养素不仅可以帮助降低血压 还可以优化心脏功能 进而影响心率 通过这些综合的生活方式调整 可以显著延长个体的寿命 提高生活质量 五、定期体检与心脏健康 走进医院的体检中心 总能看到络绎不绝的人群 他们或许对于自己的心脏健康 并不感到任何异常 但仍旧坚持每年进行一次全面的体检 这种习惯实际上是对自己负责任的表现 定期的体检能够帮助人们 及早发现心脏疾病的风险因素 从而采取预防措施 心电图、心脏超生 血压监测和血液检测等项目 都能为我们描绘出 一幅心脏健康的画卷 通过这些检查 医生能够评估心脏的工作状态 包括心率是否规律 心脏结构是否正常 血液成分是否存在异常 这些数据的背后 隐藏着潜在的健康威胁 或者是一个个等待被解决的问题 比如说 心率异常可能是心率不齐的信号 而血液检测中的高胆固醇水平 则可能预示着动脉硬化的风险 因此 定期体检不仅能够帮助我们监测心脏健康 更能够引导我们采取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从而维护心脏的健康 延长生命的长度 心跳 这个看似简单的生理现象 其实是生命之术上最为敏感的叶片 它能够反映出我们生活方式的点点滴滴 我们不能控制生命的长度 但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生活方式 来优化我们的心率 从而为我们的生命增添质量和长度 愿每个人都能够拥有一个强健的心脏 享受每一个跳动带来的生命之美